就是把原来的公式做完之后 直接就丢掉那个VBA里面做输出 然后所以每一个每一个 那这里面当然就两个规则 就是里面双引号改两个 然后把这个列号改成I就可以 那输出之后的话 看到应该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不是用输出公式 而是像刚刚前面那一题 是输出什么输出一个结果 所以另外不是用公式 是输出结果 所以如果我今天清除掉再输出 那你会发现 这边里面没有东西 而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OK 那这部分的话就变成说 你要所有的东西 都必须要在VBA里面处理完 处理完之后再把结果 丢到储存格里面去 相对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一些 那要怎么做 OK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制定一个函数 就是使用者定义 叫刮壶资料函数好了 按确定 会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有没有 这名称叫资料好了 那我给他一个 如果里面有刮壶 他就会给我刮壶里面的东西 如果没有刮壶 那他就会帮我把那个 刮壶里面的那个资料给抓过来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向下填满 基本上就马上OK了 所以如果说 你有已经有写好 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制定函数的话 那其实当然工作又方便很多了 你就不用想刚刚那一长串 还需要用什么 用需要用 总共有三个函数才可以完成 其实只要一个函数就完成 不过这个前提是你要先把它写出来 那要怎么做 分别我们把这个跟这个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 这两段程式基本上在云端上也有 你就往下找了 反正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 相对的你会发现 它的程式除了4回圈之外 又还有1 2 3 4 5行 OK 其实就这五行 这个制定函数大概范围 就是它的复杂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些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一一样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二的话呢 我们一样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那我先把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名称的话 叫刮胡字 方选先删掉好了 OK 或甚至你其实你可以什么 拿这个来改革 这个复制 把它贴到下面 然后名称叫刮胡字算 本来叫公式 那我就把它拿掉 然后输出的话 我们接下来 不过特别注意 输出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是输出那个公式 而是最后的那个结果 那我们先给它打个空的好了 那从这边开始 那逻辑思考是这样 第一个 我要找什么找钱刮胡 所以我必须从这边到这边 那我必须先找到钱刮胡位置 可是特别注意 钱刮胡的位置 在那个Excel里面叫Find函数 可是VBA 特别说我前面讲过 VBA的函数跟Excel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两边是有各自不同的函数 那在VBA里面的函数 它有一个也是寻找函数 所以如果以后你想要知道VBA里面有多少函数 其实你有个方法 打一个VBA 最简单的方法 电 它就出现 这边所有ABS 一直到最下面 EAR 这些范围就是每一个 就是那个VBA里面的函数 大概100多个 那Excel里面有250几个 所以看起来 Excel里面的函数比较多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最好是两边的函数 都可以拿来用是最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尽量 两边都可以拿来用 那目前当然 如果在VBA的环境里面 当然以使用VBA里面的函数优先 但是有的状况是 如果VBA里面没有 没有那个功能的函数 那我们可以想想 Excel有没有 Excel有的话 就拿Excel来用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在VBA里面 有没有寻找函数呢 我找了一下 好像似乎有 但是它名称不叫Find 它叫INSTR IN的话就是在String 就是在这个String就自串 STR 这个instring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它的找的方式 它STAR 一定一样是从哪个字开始找 不过似乎好像 顺序刚好跟Find 完全颠倒 那个Find是先找 钱挂阿胡 然后去哪边找 在哪一个字开始 那INSTR刚好颠倒 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 STAR不用 我就是告诉他说 你去帮我在 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所以特别注意 先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到那个A栏里面 那个储存格里面找 先告诉他说 你先到A栏里面找 找什么东西呢 找钱挂阿胡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他会帮我去找 找钱挂好像多一个 OK 那但是特别注意 他找完之后呢 他会告诉你在第几个 像Find也这样 比如说找钱挂阿胡不是三吗 对不对 那INSTR的话一样 所以呢你必须呢 前面需要多增加个变数 去接他 他会把找到的3丢到A 可是另外有一点就是说 INSTR里面如果他找不到的话 像那个Find函数是 回来是仅value嘛 可是INSTR找不到是0 OK 如果是0的话就找不到 那一样的 如果我A A是找钱挂胡 那我一样 复制一个 把这边改成后挂胡 然后这边的话就叫B好了 B是 他的那个后挂胡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要把什么东西丢到那个 就是B里面呢 那当然我就什么 用MID MID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函数 VBA跟Exale里面同样都叫MID 有没有 都一样的名称 当然我特别注意 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个VBA.EB是不是一定要打 不一定 你要打也可以 你不打也可以 要打好处就是 你比较可以确定说这个函数是存在 当然你想说我不要打 也可以 这两可的 OK 钱挂胡 那要怎么样呢 我要把什么东西呢 把一样把那个就是 A栏的东西帮我做切割 所以一样把这边改成A 帮我把A栏的东西切割 那怎么切割呢 START 从哪个字开始 从钱挂胡的位置加1 刚刚不是有那么多东西 钱挂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A里面 所以你可以什么 A怎么样 加1 逗点 那Lex就是几个字 还有几个字呢 后挂胡的位置还记得吗 减掉什么呢 前挂胡的位置 后挂胡位置不是B吗 前挂胡位置不是A吗 然后怎么样 减1啦 OK 刚刚才打过 后挂胡 好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做完了 不过呢 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因为如果 假设我这边是从 3开始的话 假设我先把它清空好了 清空一下 然后 从3开始 因为从1里面找不到 如果从3开始的话 你会发现 这1 这个3 4 5都OK 6就不OK了 那会怎么样 会卡住 卡住 为什么卡住 因为这边没有刮胡 所以你会发现 A等于0 那A等于0的话 会造什么 A等于0 就A加1之后1 可是问题 这个0减掉0 再减掉1 不就变负1 长度有负1的吗 没有 所以会出错 那怎么办 我们需要 给它做一个逻辑判断 特别注意 当然我们下一个单元是逻辑 不过因为刚好先讲到 所以我们先讲 那逻辑 在VBA里面怎么做叙述 如果A怎么样呢 当它 如果等于0的话 当然就不能去做切割 所以应该是说 它要能够切割的情况 是刚好是颠倒 不是等于0 是不等于0 如果不等于的话 特别注意 在以Sale跟VBA的叙述 是长这样子 这个叫不等于 当它不等于0的时候 就是说它 有找到的话 有刮斧的时候 后面请你打个Z 也就是说 中间这个地方是逻辑 然后前后一样要空白 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 那我才去做这件事情 OK 那有几种写法 你可以把它写在后面 或者是说 你干脆下面再加一个 endif endif是说 我结束这个if的逻辑 那中间的部分是 如果它不等于0我才做 那如果说它等于0的话 那我就不做 OK 所以基本上它是不是等于0 第六个 第六列是不是 6嘛 然后它是等于0 所以它等于0 那等于0的话就 不是为处 不是为处 就不会进到这一行 那会怎么样呢 会跳过 OK 它就不执行下一行 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生错误 所以基本上呢 这样就可以跑完 OK了 那这边可以再把它改回来 改2好了 从2开始 所以清除 执行 好 程式写完了 好 大概是这样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啊 所以这边的话呢 会多学一个 就是VBA里面的寻找函数 叫InStream 那 它的那个语法 它的那个引数 刚好跟φ函数颠倒 就是φ函数是先刮糊 再去哪边找 它是刚好去哪边找 再找哪一个字串 哪一个刮糊 OK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位置先记在A里面 这个A的变数名称自己取 不一定叫A 你叫其他名称也OK 那后刮糊是B 当那个 它不等于0 意思是说有刮糊 我才切割 那如果 等于0 那就跳过 它就不会 去做切割的动作 OK 那我们最后做完 就可以看到 可以把它执行 当然最后你也可以 做出按钮 清除 刮糊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那 待会再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要再增加一个 置顶数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在云端上面呢 我也要把那个最后做完的那个 刚刚写的一模一样的程式 放在云端上 不过差异就是说 我在那个程式的前面 每一行的上面呢 都有加上注解 所以有些细节 假如你实在是 还是无法理解的话 暂时无法理解 你可以先看一下 那个注解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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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